歡迎我們的講者 他是來自ENQ的KITIK 這是他第一次從 Media Engineer 到Backend Engineer 的分享 他的題目是 你到底會不會當爬蟲衣商外匯 那我們歡迎KITI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Kilik 就是睽違一段時間又來拍看 然後沒想到投了這個題目 結果是在R0講 我原本是想說 想去聽那個R1 KISS的那個 的talk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跑去那邊了吧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to trade or not to trade 其實這裡面 這是我在進EMQ之後的一個 side project 當初只是為了解決 我們工作同仁的一個日常的問題 它並不是跟公司內部有太多的關聯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我以前是media engineer 然後做了大概十年 然後 因為一些因素 然後轉換跑道 變成back game 然後我對back game不熟 對database know nothing 跟johnsnow一樣 所以就想說 好 那就來幫他寫一個爬蟲 好了 坦間Python用爬子寫爬蟲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東西 好 那這是這個slide的link 它只會維持兩頁 所以如果想要邊看 在你的local看的話 也可以趕快把這個link輸入進去 好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Killik 然後大概在十一年前 我是一個multimedia的desktop engineer 的application engineer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mobile的東西 沒有什麼AI blockchain 跟現在熱的東西一點都沒有關係 我是在Cyberlink工作 然後做photo相關的 還有TV playback相關的engineer 那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跑去做作業系統 然後主要是focus在media跟graphics 那就是filefoxOS 後來又變成browser的engineer 但一樣都是在處理media相關的 也就是你在webhtml上面的video tag 跟audio tag 後面一連串會作動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碰的 然後在1.5年前 轉換跑道 加入了EMQ 它製作financial settlement的 一個網路 那EMQ 它為什麼叫EMQ 絕對不是earn money quickly 這麼簡單 這並不是我們公司 EMQ三個字的來源 但我希望它 最後變成earn money quickly 那今天的主題 outline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先介紹一下foreign exchange 因為我也是進到這個公司之後 我才了解外匯是什麼 以前可能自己有在投資股票 所以你會知道股市是這樣 可是人家常常把股會市連結在一起 那會市是什麼 會市是什麼 我們會了解一下基礎的fx的information 跟它的特性跟它的市場 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還有就是 外匯裡面它的套利以及避險 這個是我進了EMQ之後 認識了公司內部 在做TREASURY相關的人 他們有一些know how 才知道 原來會有這樣子的 眉角在裡面 然後我怎麼用Python 去幫助它完成一些事情 裡面我主要提到兩塊 一個是Corel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用WebSocket 來讓你可以 因為匯率的Monitoring 通常要很及時 你需要馬上有變動 就秀在你的畫面上面 所以我怎麼利用WebSocket 來完成這件事情 好 所謂的Foreign Exchange 就定義上來說 它就是兩個國家之間的貨幣交換 非常的簡單 裡面交換 就一定會需要有一個rate 就是一個匯率 就像銀幕上面寫的 一塊美金 大概等於現在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數字 那時候我寫的吧 等於30.9新台幣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就發大財了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啦 匯率你的世界裡面 會有一些 基本的Term 所謂的報價 所以匯率要買要賣 所以價錢就很重要 那你要買 你就會有一個依據的價錢 你要賣你也會有一個依據的價錢 所以報價 就像這裡所說的 有一個叫做直接報價 Direct Quotation 它是用你本國 你的母國貨幣 作為Price Currency 所謂的Price Currency 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去買一個東西 會是多少新台幣 比如說我買一張電影票 250塊新台幣 如果我在歐元區的話 我就會說 我要換一塊美金 那它會是多少歐元 大概是0.8859 所以這個0.8859 在這歐元區裡面 就是這個 這一個USD 對歐元的直接報價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就會是 一塊美金就是 你要花大概三十一塊新台幣 去做兌換 那另外一個叫做 非直接報價 就是用你的母國的貨幣 作為單位貨幣 所以下面有來個例子 你在歐元區 你就會用 你的一歐元是你的單位 因為你是母國 貨幣是歐元 你母國貨幣的一單位 會對等到你想要 對換貨幣的多少單位這樣子 那在台灣 一塊新台幣 大概就是歐元的0.029 所以報價就有分 直接跟非直接 那思考的方向 都是以你所在的那個 國家的母國貨幣 我來這樣思考 有了貨幣之後 要做交換 交換就是兩個貨幣的兌換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配合 我們會俗稱它 叫做 currency pair 在公司裡面 在運作的時候 就會說 我用什麼 currency pair 然後對方也會說 我預期要用什麼 currency pair 因為獲取某一種 currency pair 對它自己內部的營運 成本是有利的 是比較 efficient 或是 cost efficient 那這裡有兩個 term 一個叫做 base 一個叫 counter base 就是在前面的 currency counter就是在 後面的那個 currency 所以這裡這個標 這個 syntax x base currency 然後 slash counter currency 就會是這樣解讀 就是 以這個歐元對美元來說 就是 1歐元會需要 對等於1.128美金 好 所以你會在一些網站上面看到 它是這樣標示 你就會知道 它後面的數字是 要這樣子解讀 就是把前面那個 currency 當作 unit 所以這可以解釋說 這是什麼報價 它某種程度上 就相當於是 非直接報價 那世界上呢 有這些 currency pair 這些 currency pair 可以分成 major 跟 minor 所謂的 major currency 就是第一排所列的 你可以看到 這些 currency 都是 主要幾個大國家 G5 G7 那些國家裡面的 currency 那 用這些 currency 就會湊成一些 currency pair 那這些 currency pair 就叫做 majors 你可以看到 綠色的 currency pair 歐元對美金 美金對日幣 然後英鎑對美金 美金對瑞爾法郎 那這四個為什麼 特別列出來的綠色 就是這四個 其實它在整個 全世界的貨幣兌換中 它佔整個交換的 經濟體裡面 它佔了極大極大的部分 也就是說 這四個幾乎 他們來的全部 就像可能以前的 Windows XP一樣 佔了市占率的百分之九十幾 然後下面有另外三個 白色的 紐幣兌美金 澳幣兌美金 還有美金兌加拿大幣 這個叫做 所謂的商用貨幣 原物料貨幣 物品貨幣 那這幾個呢 也是 major the pairs 也是 很多人用啦 但是跟比起前四個來說 相對少 那這四個 這三個呢 它主要跟原物料有關 也就是說 這三個國家 這四個國家 他們本身有大量的原物料出口 那就會用這種貨幣 來做原物料的兌換的技嘉 那下面miners就是 除了商業以外的所有美金隊 其他國家的貨幣都叫做miners 那不再表列的呢 你就會用一個cross 兩組貨幣隊來做表示 所以基本上整個世界的貨幣就會在cross crosses裡面 好 所以 為什麼 匯率市場很特別 我們前段會先講一些匯率的東西 後面才講跟拍手有關的東西 所以 這邊大家就當作上課一樣 就了解一下這個 不太熟悉的領域 第一個是它有非常巨大的交易量 然後它的交易非常的 流動性非常的高 因為量大 你要在裡面產生一筆交易 其實是很容易的 如果沒什麼人要交易的東西 就像你去蝦皮丟一個很冷門的物品 它就很難賣出去嘛 可是在貨幣市場其實交易非常大 你很容易很自由的就可以做 對不同兩種貨幣做買賣 那根據那個BIS這個組織 它在2016年的統計 就是說 在匯率市場交易的總量金額的平均 大概是怎麼樣 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當年2016年整年的股票市場 全球的股票市場的交易金額 大概是77.49 trillion 可是在這一年的April 4月 它平均大概是多少 它也是有trillion等級 但是它的單位是per day 一天就有5.09 trillion 所以它的量跟全球的股票市場的比例 其實是大很多 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你可以一直不斷的連續的 就可以去做交易 你不用擔心它會停市 因為它在地理上的這些交易所都是分散的 你可以在不同的交易所做生意 所以你24小時都可以做 如果你以台北市區來看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些時間點去這幾個不同的交易所 交易你想要做的貨幣 所以它很獨特 因為沒有一個股票市場可以這樣子 第三個是它的交易成本非常低 而且它可以從中獲得高額的利率 它也沒有所謂的抽佣 而且允許你做保存金交易 所謂的保存金交易就是你可以做槓桿 就是我現金我本金沒有很多 它其實跟股票市場它就有點像 那個 買空賣空嗎 那個也不是 好 保存金交易就是你可以說 我只要拿一千塊的美金的保存金出來 可是呢我要操作 二十倍 所以我用 我把我一千塊美金放大成二十倍 就是兩萬美金的金額來做操作 那你當然這就是一個槓桿 如果你操作獲利 你就得到更多的獲利 但是呢你如果中間有一些損失 就是你的虧損達到 例如說達到5% 你保存金的5%的時候 你必須要再追捕追繳一些保存金進去 OK 然後最後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的透明度很高 第一個是因為它量非常大 然後它在全球都有交易的地方 對於一個trader來說 它可以很容易知道市場的資料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什麼人 可以很輕易的去影響裡面的 任何一個貨幣的匯率 就是它的 你要影響它的因素 就是非常的少 因為量很大 當你在一個很大的空間裡面 你要影響其中一個點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它 你雖然影響它了 它對於整體環境來說 它的改變還是微不足道的 OK 所以前面幾段就是 你知道外匯 你知道貨幣對 你知道貨幣對 你知道貨幣市場的一個概念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會衍生出一些行為 尤其是套利 像說跟股票市場的套利一樣 我這裡介紹兩個很簡單的套利 然後我們就進入Python的時間 當然我們不是用Python去套利啦 如果你想的話 請你私底下就是 私底下在討論 對 第一個叫做Triangle的 Aribit Trash 這裡 有一個三角形的圖 就是目前有三個貨幣呢 它的匯率 匯率的兌換的情形 那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完美的平衡 台幣的一塊對日幣 然後台幣的一塊對美金 然後美金對日幣 它其實做數學的懲罰 這樣子都是相等的 那今天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假設你一直有在monitor這樣子的 這個貨幣的value這樣子 突然發生一件事情 有人在Twitter上面 推了一段 不知道什麼事情的文字 突然使得日幣 台幣對日幣的兌換 貶值了 也就是說台幣就升值了這樣子 或是日幣貶值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有一條套利的路徑就是 那我就趕快拿一百萬的 例如說一百萬的台幣 我換成對應的美金 再換成對應的日幣之後 我就把它換回台幣 你就變成 你最後得到的新台幣就會大於一百萬 所以如果你在沒有任何利息 或是你考量到手續費之後 這樣子的利潤是有 是正的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前提是你必須要同時具備 這幾個貨幣的交易 你有這個贊戶嗎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要知道你的手續費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monitor出 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機會出現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CIA 這個CIA 要先介紹CIA 它有點困難 但是其實就是兩三頁的投影片 我把它介紹 這裡要先介紹一個東西叫做 那個利率評價理論 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這裡就是說 如果我的十二個月的美金 定存利率是3% 台幣十二個月的放款利率 就是借款利率是1% 那如果十二個月之後 台幣對美金的exchange rate沒有變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世界上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會發現很多人 就趕快把你的新台幣 換成美金 然後存進美金的帳戶 然後因為美金的利率3% 十二個月之後 你再把它換回台幣 你就大賺了 你就發大財了 就是發大財 但是真的世界上會這樣嗎 並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要告訴你利率評價的理論 這裡有個理論就是告訴你 為什麼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因為十二個月後的利率 十二個月後的那個 應該說交換利率 交換的rate 它其實就會做一些調整 它會有一個公式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把兩個不同國家的存款利率跟放款利率 放進你的匯率計算裡面 所以我們會預期其實十二個月後 它銀行公佈的外匯利率 美金對台幣就會只有29.4% 這個數值 因為導致這樣 就導致你不會想要把你的錢轉進去美金 然後在十二個月後再匯為台幣 所以這裡有一個概念就是 有一個遠期的forward exchange rate的概念出現 也就是說你可以跟銀行約定說 我十二個月後呢 我想要用USD對TWD 31塊跟你做一個合約 看銀行願不願意接受 所以CIA cover the interest arbitrage 就從這邊跑出來 所以它叫做拋補利率套利 也就是說你透過兩個國家的利率的差異 以及跟銀行做一個遠期匯率的約定 來從中避免掉你的exchange risk 然後甚至套利甚至獲利 所以實際上的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呢假設十二個月後跟當然一樣 美金的存款利息是3% 也就是年利率3%這樣子 然後台幣的販款利率是年利率1% 目前台幣對美金對台幣是一直30塊 那十二個月後是你跟銀行約定說 我要用29.8跟你做交換 可是其實根據利率評價的理論 它其實是29.4億 可是如果你有辦法跟銀行約定說 我用29.8 如果你公司夠大 你可以做一些約定 有些銀行可能會同意 你就可以這樣約定 那這個時候你的獲利就會是這個樣子 你借了100萬台幣 跟銀行借100萬台幣 然後利率1% 所以一年之後你應該要付1.01M 那你用30塊的集氣匯率呢 轉成美金存入美金帳戶 然後一年之後你得到這樣子的數字 你再用約定的匯率轉回來 那你扣掉你的手續費什麼 有的沒的 你一年之後你會有這些的獲利 而且這些是無風險的 也就是說其實你沒有動用到你的本金 你去借、放 你本身自己是沒有掏錢出來的 好 介紹了匯率跟匯率的一些操作 你可以透過匯率的操作得到套利跟避險 因為剛剛說的遠期匯率的合約 其實某種種商是一種避險工具 尤其是大公司 他可能跟 例如說台灣的某一個公司 他跟國外做了一個交易 然後那個國外 美國的廠商說 我三個月後才能匯給你台幣 我三個月後才會給你多少美金 你如果是一間公司 你沒有辦法預期三個月後美金會大漲還大跌 所以你通常公司行號都會去跟銀行說 我想要做一個約定說 我三個月後一定要用多少匯率把美金轉回來 這樣可以控制你公司的損失 所以這是一種 其實是一種遠期匯率 遠期匯率其實是一種避險工具 那Python在這裡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我進公司之後 我發現我們有一個同仁 他每天就要進公司 他就是開browser起來 然後點五六十個website 這些website 就是不同國家的二三線銀行 他們的匯率表 他要去看 然後做一個紀錄 因為他把這些informations 自己manage在一個Excel裡面 然後他有他自己的公司 可能從他以前的公司帶過來的那些公司 去計算說他要怎麼獲利 或怎麼怎麼避險 他就說每天都要花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點開所有的網站 我就想說啊 我剛進公司 沒什麼好表現的 我只好幫你寫一個爬蟲 看看能不能幫助你 所以在Python 這個地方就是一把race倒 他其實讓我很快的 build up 一個 server 然後把這些不同網站的爬蟲 因為不同網站就有不一樣的技術 要克服 把它克服起來 所以fxray的crawler呢 主要用到兩大類型的packages 第一個 在crawler的部分 我會用到request 或許有些人都很了解這些packages 但是有些人可能 像我以前一樣 我從來不是backend engineer 我跟server的 internet 一點沒有到不熟 那就是不是很理解 我就不會碰到這些packages 所以裡面你還會用到senanium 以及pro driver 然後還有這個bs4 beautiful soup 然後server的部分 我用flask 然後後面有一個web socket 中間那個我後來沒用 那是一個task的scheduler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程式 大概怎麼寫 有一個report在這裡 你可以點進去看 其實沒有什麼 也寫得很簡單 然後也沒有特別tune什麼performance 只用multithread去爬不同的網站 你可以把它改成用multiprocess 或是改用node.js寫也可以 我們來看 我裡面會介紹我用python去爬 四種currency 主要是四種currency 其實report裡面不只 report裡面大概有九種 可是有四種 基本上就是把網路上爬的技術分類出來 第一個就是有些貨幣它的網站 對於你的爬蟲非常的friendly 尤其是我們偉大的台灣 就是有人已經把這些東西整理好了 所以你只要上一個網站 你就可以把各個銀行的匯率都抓好 而且它連後面現在這個銀行 有什麼特殊的 譬如說它需要多少成本 跟它有哪些免利率的資訊都放在上面 非常簡單 所以你需要的只是用request加beautifulsoup4 去把它pass出來 你就可以get裡面的context 那你想知道細節的實作就是 直接點這一個檔案 usd to ntd.py 這裡有一個小點就是說 其實我後來發現 在匯率的世界外國都是用twd來講 新台幣 所以ntd好像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popular 另外一個就是idea 印尼頓 它就有點困難了 它的網頁 它的資料不是像 不像上面一樣 是用靜態的方式 server-side rendering Render好你就在html 裡面可以pass出來 那我們就用一個 Python的selenium的套件 或許現在比較新的 你可以開始用那個pubtier 就是google它針對Chrome自己出的自動化工具 我們python有一個對應的binder pypte pypte 你可以用這個來做 它的架構大概是這樣 就是python透過serenium的binding 你必須要在你的環境裡面裝一個Chrome driver 如果你要只操作的瀏覽器是Chrome的話 你就要有一個Chrome driver 那這個什麼XX driver Chrome driver Firefox driver Fentom driver 就是指它有去實作一個web driver 這個API 的一個instance 那web driver的API 其實就是讓你可以去控制 browser的API 的standard 所以透過這個link 你可以看到W3C的spec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會怎麼 它大概長什麼 它用slain 它會是怎麼樣的一個 呈現方式 就在這邊 這邊其實看不太到指令 你可以看到指令 其實我就是寫一個py 然後裡面你可以指定你的不同的currency 那裡面針對不同的currency pair 就會有不同的實作 那像這個它就會自己launch一個browser 然後你寫的那段code 它就會去找 找剛剛那個右下角 有一些 卡人欄位 那些匯率所在的地方 所以有興趣的人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Selennium的做法 那大概要怎麼去抓 code的example 你就可以看repo裡面 通常 通常都會是去用一個叫做xpath的東西 去找出你frontend裡面的element 所以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以Selennium這個銀行 Panium Panium Bank 它的匯率秀在這裡 然後是用JavaSprender出來的 所以 你可以在你瀏覽器打開之後 選那個 developer tool 我把它打開 然後用這個東西去 去locate出你要的這個value 它就會 然後按右鍵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xpath長這樣 這個xpath的bonus 就是你的Selennium 可以知道說 我的這個element locate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這個web的element拿出來 然後拿它的value 你就可以得到匯率 所以這算是比較動態 動態網頁上面 你可以去抓 數值的一個方法 但是 Selennium不是解藥 不是萬能的解藥 因為有時候 那個xpath可能會改 以及一些網站 二線三線的銀行 他們的IT技術能力 其實不一定 就常常會有一些bug 然後你就可能會面臨到 突然改了 然後你的xpath都可以找不到 你的element就找不到 然後甚至有一些網站 現在開始 開始他 開始做一些反制的動作 就是他去檢查 你是不是在用Selennium的方式 去爬他的網站 所以他會去check一些information 看你的browser裡面的 user agent的value 或是你的don tree裡面的 那個navigator的property 是不是有web driver的keyword 或是有上面的變數名 javascript變數裡面 有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去做一些檢查 他並不是解藥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透過 hack這個browser的 用develop tool去看 這個網站 有些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好 那我來試試看 因為剛剛上面講的那個網站 不是很穩 所以我就去看說 他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然後我就在他的網站上 看不太懂 印尼文 然後就隨便亂點 點到一個看起來很像 calculator的東西 我就輸入了 然後我就用develop tool 看他的network裡面 這個request的樣子 發現好像有一點點 美感 我用計算機 算出這裡的數值 然後我就看他network裡面的request 有一個request 他的response也是這個東西 好像我撿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去看他的header 原來他的request的URL 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其實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戳他的server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response 裡面就是你的value 就不用用smanning的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麼麻煩 也沒有 也沒有辦法撿到槍 好開心啊 大家都看過這部電影 這把槍 並不是 並不是那麼順利 他有時候會打到自己 然後我就會用 就跑啦 python 執行這個idea 我要找這個idea的link 然後我發現 啊靠 怎麼突然給我certificate error 怎麼會這樣 原來我用mac 然後發現 在osx上有個issue 就是說3.6 3.7之後 你python裝下來的那個 執行環境裡面 他其實本來 他沒有內附 他不會幫你去使用 apple的 native的 apple support的那些certificate 所以你就必須要 通過其他的方式 來讓你的python 去拿到真正要用的certificate 那一種解法 一種解法很快 就是你在你的python的request裡面 你把它verify設成false就好 順解 但是就只是實驗性質 好 最後面有兩個很快速的解釋 一個是日本銀行 我們偉大的日本 他們呢 的網站的會議怎麼爬 哦 原來是pdf啊 靠 怎麼沒有這種東西 而且一天就update兩次 快速的解釋 一天就update兩次 那我要怎麼爬 我就好用pdf pdf比較簡單 相對把UIO給進去之後 你就會download下來一個檔案 然後呢 你可以透過iterative的方式去download 然後你可以用pdfminor這個東西 去幫你把download下來的pdf 去pass出它的text 好簡單瞬解 在report裡面可以看到code 它沒有什麼難 最後一個 Japan 這個網站看起來很正常 它的匯率寫在這裡 哦 很開心的用那個HTML去抓 抓不出來 去研究一下它的request 哦 什麼 原來是用csv啊 好 那就用csv.reader 把檔案read進來 就可以一行一行的rule去pass 最後 最後了 那你要怎麼把它 即時的投到你的website上面 fxray需要即時 是因為它必須要趕快做交易 所以有幾種方式 那網路上你其實都可以找到JavaScript的implementation 用long polling啊 server sent event 這個web API非常方便 那另外我就想到用web socket 它建立了一個雙向的 socket 讓你從web JavaScript的世界 打進python的server 然後它可以同時就是維持住那個session 維持住那個connect connect 然後主動通知你 那你可以直接在pypi上面下載這個tool 然後這裡有簡單的samplecode 我其實不太解釋 因為samplecode 看code就到好 比較有趣 這個是在JavaScript上面的implementation 你就只要 你有一個web socket 連接到你的server 然後連接好這些function 然後debug mode 這是比較重要 就是你要用這兩個方式 你就可以看到web socket 跟asyncIO的debug message 這對你開發的時候會有些幫助 所以 這就是大概是我從media engineer 跳進website backend engineer的第一個分享 然後幫助我這個同事呢 解決他每天要開50個網頁 60個網頁的困擾 就是他直接有個website 直接會一直notify他這些information 好 那talk大概就到這 謝謝大家 有問題的話可以在私底下再過來跟我聊聊 我們在EMQ earn money quickly 但不是這是開玩笑的 我們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好 那因為時間的因素 我們現在可能沒辦法開放體溫 那目前side上有三到四個問題 那再請在會後再找click問 對 那我們最後再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click帶來精采的演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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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